全球又出大事了 这次美国玩大了 美国6月ADP就业人数增加49.7万人 为2022年2月以来最大增幅 对于这个数据来说 一定要注意 其实咱们应该了解的是什么呀 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快速增温 那么如此一来呢 包括汇率A股市场又将何与何从呢 还会迎来再次的暴跌崩盘吗 在这些问题啊 咱们开启今天的分析 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股评 今天是2023年7月7日 你现在看的是周五股市复盘的走势精疆内容 首先啊 咱们依然在盘中给大家分一下A股市场 到底怎么走的问题 相信啊 这一夜之间 美股以及全球市场确实迎来了再次的崩盘下跌 为什么呀 因为美国的一份数据吓坏了美国高官 对于这种数据来说啊 确确实实也意味着美联储加息快速预增的思想将再次降临 那么这种情况下 A股市场截止目前为止 它在盘中已经是下跌的 甚至说是低开的 可是有没有发现它依然在3200点上下附近形成徘徊呀 甚至说你自己看一看啊 美股下跌很多 港股下跌很多 但是目前你能看得出来的是 市场在这个位置 A股是抗跌的 这都为什么嘛 因为这件事情 乃至美国的一些担忧和咱们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外加呢 从咱们汇率来看啊 目前也没有形成强大的贬值 就代表什么呀 代表现在的市场其实是就一个平稳的道路 虽然说全球出现一些事件啊 咱们肯定会有一些跟风盘 但是切记这个位置 A股市场真的是机会中的机会 为什么那么说呀 咱马上继续分享 在飞时前啊 依然出去变化啊 祝点赞本条视频的朋友们 每天转转转 一路转转转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中午12点五平京讲 下午五点收频先讲 你得加关注啊 每天准时准带来看 咱们进去往说 首先切记啊 其实从总体来说 A股市场 我再次提醒啊 如果没有这个美国的事件 今天一定是个很大的阳线 但是没有办法 有些事件性是咱们没法推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就要看得出来 现在A股市场啊 确确实实正在面临的是什么呀 是一个KDJ的潜在死叉 以及MCD的潜在死叉 啊 这可是日线级别的两大死叉结构啊 所以说对于技术面来说啊 从今天这个走势来看啊 确确实实是很不漂亮的 但是记住了 我再次提醒 既然说他有第三次反攻 超越年限的能力 切记啊 他这次再次回踩的话 而且都知道这是个联动盘 联动的是美国那个事件 就不用担心 因为他还会再次向上 这对为什么吗 因为你要看得出来 现在包括今天这个成交量都快没有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市场这个位置是没有主动做空盘的 懂不懂 而且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两天要注意金融板块 以及大金融 因为这些板块啊 有可能随时都会互盘 再次站稳3200 甚至说在这个位置形成底部向上的过程 所以你得明白啊 下一步主力该怎么做才能保护指数 因为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A股市场今年其实是打上名牌的 到了3200点 它是有任务的 无论是否存在事件性导致最终跌破3200 但是只要敢于跌破 这个位置就是机会 懂不懂啊 它只能延迟那个强大后期主乘浪的时间段 但是它不可能改变 这个位置是一个强大底部的姿态 而且从目前数据也能看出啊 现在有20家涨停板 只有3家跌停板 代表什么呀 代表它没有出现很多的情绪面干扰 只不过是一些国际面的联动啊 现在是必须存在的 外加呢 切记啊 能看出在我分析大盘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创指 现在已经出现一些黄线 以及说红柱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目前市场在抵抗这个下跌 如果说今天A股市场啊 没有深跌 其实实话实说 就算跑赢了国际市场 当然不得不成然啊 目前这份跑赢是带上涮影号的 为什么呀 因为前面人家大涨的时候 咱也没有根 然后呢 现在人家下跌了呢 咱们反倒也没有形成大涨 这一点实话实说 每一个投资者以及我来说 确实都不舒服 可是我再次提醒 面对A股市场今年的任务盘 3200点 我们不能输 而且这个位置对于整体 A股市场的脉络来说 已经很明显了 主力在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啊 它往上攻击是放量的 但是只要回踩到3200点区域 就又一次形成缩量 极致地量状态 成交量法则还是那句话啊 冰点地量见地价 所以这个位置啊 是主力的清朝出动的位置 一旦说大金融以及一些大权重 再次护盘 那么这个位置又将重生启航 而且呢 再次想啊 其实今天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汇率没有形成很大的贬值 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种消息 它的不断出现 其实汇率已经平稳了 而且有一句话 我必须提醒啊 放眼整体A股市场 以及目前汇率市场 20年之内啊 自己切记 只要达到7.2关口以上的 后面都是从7变6的状态 无一例外 那么从7变6这种升值过程 A股市场也无一例外的 跟随它形成主升浪 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告知了啊 所以这个位置超短线不舒服 就不舒服了 中场线还那句话啊 咱们要拿得住 这个地方的一些等待的黄金坑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位置 最终结局啊 失败了 甚至说啊 最终在黎明倒下 那么是不值得的 知道吗 哈那句话啊 现在技术面来说啊 我非常明显的告诉你 就是在啊 什么3200点 3105点区域 这里形成一个筑底盘 但是这个筑底盘 哈那句话 你要懂得 它后期能否 以这个区域形成强大的反攻模式 形成主升浪啊 甚至说 几百点 近千年的涨幅 如果能有这种思想的话 那么咱们这里潜伏是正确的 如果说它这个位置 下去了 咱们可以担忧一点 但是整体的底部区域啊 截止目前为止 你能看出啊 是不是并没有形成破位呢 所以总体来说 我哈那句话啊 这个位置它是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强大支撑区的 整体来说 市场确确实实超短线 又一次迎来一些艰难期 但是你会发现啊 市场这个位置 它在经历很多事件性的发酵之后 并没有像前面一样出现大烟柱 自己看一看 前面都是这种大烟柱 这次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实话实说 这次主力是不想跟随国际市场向下的 懂不懂啊 就如同我的每天的一句话啊 明天即将迎来大反弹 A股市场这个位置实话实说啊 如果说你把明天看成一个大逻辑的话 未来的话 其实这个位置一定不负众望 只不过大家更多的还是超短线的那种无奈与痛苦 我还有一句话啊 今年A股市场根本就不能做超短线 那么中长线如果你想做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大机会 所以给你那么选择只有两点 要么官官的退市 离开这个地方 要么中长线在这个区域形成一个潜伏 等待它的拉伸过程 你会选择什么 自己权衡 还有这句话啊 基本面现在没法看了 包括创业版 依然是MCDKTG双死结构 但是我已经多次告知了啊 现在市场下方的位置没有形成破位 没有形成破位 切记啊 那么代表什么呀 代表市场这个位置 依然是有能力再次向上反攻的 而且呢 一定要切记啊 别人家的事情 咱们不会买单的 它怎么跌下去的 最后还得怎么涨回来 这是A股市场的特性 就如同在端午节后面一样 全球市场因为节中出现回彩 但是最终结局 它是不是还是在这里形成了再次向上啊 所以这些当你没办之后 现在该怎么办呢 起码说不要去进行离场 这个位置可以不加仓 但是要拿住现在廉价的筹码 等待护盘大军的降临 好了 新朋友去加观众啊 老朋友记点赞 下午五点 再来跟下 A股收平经讲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